魂老爹 趕電玩 大家好 老爹了 今天組了一隊 孫氏家族 各位觀眾 孫氏家族在七龍珠基戰傳說裡面 一直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隊伍 那麼這次出了超級賽亞人士孫悟空 如果你只有抽到 這個超級賽亞人士孫悟空的話 你就可以組我們的孫氏家族 一樣非常的兇悍 各位觀眾 完全沒有問題 七龍珠基戰好玩的地方就在於 任何隊伍都可以拿出來玩 各位觀眾 都能拿出來玩 第一場我先送他上去 各位觀眾 好玩的地方就在於 他不知道選一隻是來選三小的 好沒有問題 我們先簡單帶著他 當作是暖暖身 各位觀眾 輕輕鬆鬆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來正式的比賽了 這個孫氏家族每一隻都能上 真的是每一隻都能上 我們等一下看對手的陣容 我們來改變我們的隊型 原則上超四老爹是必出的 因為太帥了 好我們看一下對面的陣容 好沒有問題 老爹這次先組了一個 超級賽亞人3 跟超級賽亞人4 以及我們的傳說孫悟空 對手是我們的小日本 那麼就看老爹如何 打爆對面的小日本 好來 哎呀呀更強啊 這個M型圖好痛啊 超痛的啊各位觀眾 好沒問題 B das 快點 哇塞 一个大招 冲他小 直接伸龙 好 各位观众对手投降了 他知道双方的差距 有没有看到他用的队伍是目前最红的一个队伍 超级赛人士队 一样遇上我们的孙氏家族 他还是要输 各位观众 所以这个游戏没有说你抽不到什么角色就没有办法玩 这个道理是不存在的 只要你玩够久 每一只角色 应该不是这样说 应该是说你这个游戏玩够久 你能凑出一些战队 就可以打得很开心 完全的没有问题 没有说当计较 一定要抽到当计最强的角色 你才有办法玩 遇到电脑啊 各位请稍等一下 老爹解决掉我们的电脑 现在遇到了真人 各位观众 老爹看一下怎么组 这把我们这样子出 我们出小黄饭 这一只剧场版的小黄饭 老爹之前就有推荐各位抽 也是非常强悍的一只角色 靠腰啊 对手非常的凶悍 没握曹 好 他的招式非常的华丽哦 我们看一下他可以唱秋多久哦 继续招 非常的兇悍 好 没有问题 1 x 3 3 跑 4 老爹必須先說 這個人的技術還不錯 970 哈哈,不再死了你 送他一個大招 哎呀呀,我在衝三小啊,幹你娘啊 好,有問題 結束比賽 啊,撞了過來啊 幹被刪掉啦,幹你娘啊 怎麼那麼衰啊,我啊 好,直接送他上,七天 抓到了 完全沒有問題喔 然後這個海藝,這個平衡是太強悍了 好,撞了個高跟女啊 哎呀呀 我們的超市被幹掉了 真的是有夠衰耶,幹你娘啊 好,沒關係 我們再來 好 好 我們跟這個小日本說再見囉 幹Lag,臭你媽個蛋了,什麼鬼啊 哎呀呀,什麼鬼啊 小日本啊,不要搞手段了你啊 好,沒有問題 輕鬆結束比賽 不過我覺得他的實力還算不錯 但是呢,他都沒有變化喔 他的打法很固定啊,各位觀眾啊 所以,後面就 他不是小日本啊,靠腰啊 哎呀呀 他的技術還算不錯 只是因為他都沒有變喔 他的招式都沒有變喔 所以後面被老爹發現喔 那如果你都沒有變換招式的話 就很容易被 就很容易被人家發現你的弱點 好,再來我們下一場 好,這一把我們要出這三隻 這一次對手就真的是小日本了,各位觀眾啊 這一次真的是小日本了喔 讓我們打爆他 好,來 牌開始就被撞了 又Lag啊,幹你娘啊 怎麼這麼Lag啊 妳再回來了 淘淘協防 竟然沒有阿 好,他協防了 这个操作我看不懂啊 好 把他振出去 開打 哎呀呀 按錯招啦 蛋女娘多按了一個啊 靠北啊 哎呀呀 多按了一個啊 蛋女娘會發小啊 好 沒問題 920 直接升皇 不要被拆到啊 蛋女娘 不要被拆到啊 哎呀呀 蛋女娘啊 好衰啊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Thank you very much 喔 這裡贏 哎呀 他怎麼一直衝啊 他 好 丟死他囉 終於丟死他囉 煩死啦 好 直接帶走 輕輕鬆鬆 好 他已經放...他已經放棄反抗了各位觀眾 就是這麼強悍喔 有了孫氏家族 對手連反抗的玉力都沒有 我們甚至一隻都沒有死喔 只有...只有好像第一局我們... 我們被森榮打死了 我們好像被森榮打死了一隻喔 好 孫氏家族就是這麼強悍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拜拜